小朋友喜欢吃的儿童餐 这个素食店的儿童餐 以后可不能再送玩具了 来看到呢 因为呢 现在为了避免说素食业者 用送玩具来做诱饵 吸引小朋友买这个儿童餐 所以立法院决议了 建议卫生署要修法 禁止素食店儿童餐送玩具 而且修法通过之前 也要督促业者 不可以用送玩具 来当成是促销的行为 你要吃什么 我要儿童餐 小朋友吵着要妈妈买儿童餐 全是因为皮卡丘玩具 让他动尾条 就是因为素食店送玩具 当儿童餐赠品 让小朋友们 忍不住要爸妈掏钱 长期下来恐怕是 抖制他们肥胖原因之一 立委就在院会上通过决议 建议卫生署修法 禁止素食业者 在儿童餐附赠玩具 而且修法完成前 也要督促业者 不以送玩具当作促销行为 你喜欢那个玩具吗 喜欢啊 如果以后都不送的话呢 你还要吃吗 你还要吃 你就不吃了 我之前不知道 他是为了玩具要去吃的 没有看到就不会想 没有看到玩具就不会想 不要一直强力打广告 那孩子会吵 素食店尽送玩具 小朋友少了吃儿童餐的诱饮 业者尴尬表示 尊重政府决策 现在也增加许多蔬果 提供消费者选择 只是要怎么 不借着送玩具 吸引小朋友目光 业者还要 再想一想 就是李世杰 李嘉宇台北 参谋副动